日空二十年 臺灣今年兵家主替是 二月二三會開始賣 總共有八十八戶 民眾搬進去就可以擋住 這介紹差不多是一般行情 又打八九十而已 最少的就是在高雄市基山 有一間十八併花 是賣一百三十一萬的騎駕 數學空間 兩房兩天 一間雲章又很難講 這是臺灣今年在台北市 民生當路五段 一般介紹的房子 二十三點四倍賣一千九百零八萬 一倍差不多是八十一點五萬 比市場的行情更加 由財政部和銀行公會 主導成立的臺灣金連主三管理公司 連說十四年幾百八個主替 銷售專案的活動 今年總共有八十八戶 一千五百萬以下的有六十戶 介紹最多是在高雄市基山 渡家的房子十八點九五倍 十八百一百一百一百 這八十八戶 有七十一戶是在六十戶 這不中消息的八十七百 這個消息專案 由二月二三開始 起床二十八天 蔡公國介紹定期 這才是投靠的方向來購買 萬十八戶本國民眾 就能上網定期 他就是要評議房價 我們的數量不可能很多 但是我們的房價可以給社會做一個示範 跟市價比較起來 我相信我們大概是在八五則到九五則之間 事實上去年又來房市 因為平均地看到的時事的感受之下 下半年 他受到處的行為有降溫的情形 不過在同學碰到重點的因素的帶動 去年他受出高業量 全國也受十萬六千件 年輕率是十七百 而且成交公開 今天到達到一條七千億 未出眾人以後 今年房市的素量和介紹 有機會會穩定成長 第一季表現是相對比較穩健 在成交量跟成交價的部分上面 都大概延續著去年第四季的 整體的一個狀況 那在北中南來說的話 其實中南部還是比北部表現來的 相對比較強勢一些 未出眾人情為說 因為房屋市場利空的消息 已經漸漸排毒 所以第一季開始 再來房市的表現會越來越穩定 第三年會能演習 日空二三年的好景 記者 綜合報道